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号星期六 我们复盘一些热门标的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观看会员视频 好 我们先看一下沃尔玛的周线图 沃尔玛WMT 我们把右侧打开吧 还是 这个周线图呢 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猛烈的 那么经过了下跌之后 现在完全的回补了 这位置形成的一个缺口 或者是阻力区啊 我们看到在本周呢 市场给出了一根横盘的周线 那这样一个周线呢 实际上对多头来说 并不是十分的友好 因为经过了一个震荡上拉之后呢 此轮的一个上拉呢 或接近啊 在这个阻力区的新的一轮的博弈哈 或接近了相对的顶部 因此呢 按照历史的经验 你看陡峭的上拉 下杂 在上这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深度回落的这种可能性了 历史告诉我们是这样啊 但历史呢 并不会完全的简单的重复哈 它有它新的一些特点 它对这个图来说 我们看到的是多头的犹豫啊 在周线上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阻力位呢 是159.49这个历史高点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的细节 我们看到日线呢 实际上距离最高位 还有一些距离啊 我们的这个多根啊 两根上涨趋势线 已经在这儿啊 叫整个代代哈 这个我们也个人呢 也是拭目以待哈 看看能不能有效的向上突破 所谓的趋势线呢 也不一定有效了 对吧 因为啊 趋势呢 永远都是被打破的哈 所以接下来对于多头来说 应该怎么着 应该继续往上看 往上突破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的止损呢 可以逐渐提高到148 或者是150 那么底线呢 当然是啊 这个啊 下上涨趋势线下方会好一点啊 因为有时候会这一下底线 那追高可以吗 当然是不可以 所以我们看到此轮的一些消费 或者零售行业表现还是相当的亮眼的啊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市场呢 应该是在轮动哈 好 我们看一下SE 感受一下哈 周线图 哎 本周表现不错哈 相当OK哈 我们看到长线的周线下跌趋势线 突破回踩 哎 本周是根止跌的阳线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止跌阳线之后 我们下一个重要的阻力区 在90一带 对吧 在这个高点 出点处 大家看啊 到中间这根红线的时候啊 落下 回落啊 然后指第一说后续能不能上去呢 看周线图有点这个意思哈 有点这意思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对吧 突破回踩 拉升 那么这个拉升呢 理论上应该再拉一拉 再拉一拉 我个人感觉是应该再拉一下啊 为啥呢 以完成一个 这个突破测试嘛 那谨慎的交易者呢 会在这个中间啊 这根横线这儿啊 减仓 那么稍微乐观一点点的呢 会带好下边的多数据线去继续往上预期 悲观一点点呢 他就跑了 对吧 这个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是中性偏乐观一点点啊 再往上走一走 看一看 好吧 这个图 这是C 其实看一些均线组的话 你会发现啊 比较滞后啊 比较滞后 所以 好 我们看一下消费股的另外一只龙头啊 KO KO这个图的周线图 可谓和这刚才那个谁 呃 刚才的沃尔玛类似啊 都是直勾勾的上拉啊 那么这样的话 理论上啊 他已经啊 对这个平缓的下跌趋线 有了一个突破的一个尝试啊 而且本周周线还是相当的强劲的 你看拉升回落 拉升回落 拉升 哎 现在属于强劲拉升的一个多头的一个状态 那么近期的重要的阻力区除了刚才斜线被突破上去了啊 还有高位啊 65.76 我们对于这个图 我们啊 在他破位的时候 我们说过要减仓或离场 哎 那现在呢 啊 我们看日前会清晰一些啊 现在呢 正处在上涨的过程中 看的话 拉升回落 停顿 拉升回踩 哎 拉升 再回踩 拉升 哎 这现在属于强劲拉升的一个状态啊 说追不追高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啊 追高也是没有问题啊 我个人是觉得啊 呃 但是啊 我们的简仓位要画好啊 这个图呢 还是非常陡峭啊 比刚才那个沃尔玛要陡峭的多啊 对吧 这个图呢 应该继续往上看 所以巴菲特那个BRK啊 我们之前看过啊 说也还是比较猛了啊 比较猛 哎 这图说万一追进去掉下来呢 哎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减仓的处理啊 62一代或者62 或者更低一点 给他一个减仓的处理 等待新的一轮的回落再重新买回 那这个图呢 应该是做中长线布局啊 会好一点 对吧 说他真的要再暴跌了呢 嗯 那你就减仓啊 到时候要减仓 至于我们的减仓的一个趋势线画好就可以了 就这根趋势线啊 得画好 没想 有人说啊 没想到啊 这边消费股这么猛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传统的龙头啊 这个迪士尼 迪士尼的周线啊 近两周的周线 给人的感受还是不错的啊 你看 经过了三周暴跌 哎 这有一个指低 再来这 哎 弹齐 上周说弹齐 我们说啊 可以开始关注了 对吧 那本周又是下落一下 又又弹起来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位置像啥呀 像要指低的一种赶脚啊 在周线图上 对不 我们看一下周线图的宏观层面 这横向的是一个支撑区是吧 横向支撑区 这个喇叭口呢 未必啊 会踩到啊 因为这 这个这次踩到 就这个出点呢 是疫情的导致的 现在未必能跌下去啊 我们看到周线图 MCD是一个多头啊 是一个空 是一个金厂啊 是一个金厂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细节 我们再数一数 哎 日线目前处在下跌过程中 哎 反弹回落 反弹 回落 反弹啊 那现在属于此轮上涨啊 或者说 反弹波段的一个第五浪啊 那么第五浪可强可弱 如果想要去尝试的话 可以去尝试建策啊 我我认为是如此 那么等待右侧再加啊 等待右侧再加 如果再跌的话 那 再跌的话就只能检查 我是觉得 慢慢布局一点 也是OK的哈 呃 所以呃 怎么说呢 等待右侧也可以啊 这个图比咱们刚才那消费股 要滞后很多 对吧 滞后很多 慢慢的开始 呃 布局起来了哈 呃 嗯 我们再看啊 再看啊 然后再感受一下市场的整体动向 不要下定论 嗯 再看一下这个路线 确实啊 有一点点啊 见底的一种感觉啊 嗯 有吧 中央支撑区 哎 反弹 哎 再弹 跌不动啊 那就只能摸上菜尝试一下了啊 这个是迪士尼 好 我们看一个通占股 FCX FCX上周我们啊 看到的是市场的停顿啊 那么上周周末呢 复盘他说啊 要不给出阴线 要不给出阳线 哎 人家选择向上了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看呢 其实越越往上啊 我们的这个心理压力会越大哈 我们可以往上调一点 因为周线太粗糙啊 所以阻力区不准哈 啊 那这个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突破回踩指定 哎 走 停顿 走 那这样的话有望去测试 更高的这个阻力区哈 47到50一带 所以有没有可能 有啊 有 刚才那个通占股 其实消费股也是通占股啊 大家看到没 通胀下不去 那就有利于这些通占股 感受到没 消费股啊 还有这个通占股啊 原材料也属于啊 那这个呢 应该进行方向看吧 这趋势线要画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细节 你看这个周线MCD 还是开口金叉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 不会轻易的结束啊 上涨不会轻易的停 结束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啊 看到吧 我们之前老早就在这等着了 画了一个收敛的三角形 哎 突破回踩指定 那走 只能走 走起 是吧 走到哪呢 咱们就不踩顶了 我们这个趋势线只需要延伸一下 就可以 什么时候跌破呢 什么时候跌破都行 对吧 他没跌破之前 不能说他跌破 好吧 呃 我们看一下均线组啊 这个有一点超前啊 均线组啊 也是多头粘合啊 多头金叉 对吧 都不会回踩 哎 拉升回踩 现在是继续往上拉升是吧 嗯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通胀啊 核心通胀什么的 难啊 下来比较难 是吧 说万一突然就掉头 那你就先出来哈 对于美股来说 我们不能轻易的去猜一个波段的顶点 或者是呃 这个地最低点或者最高点上 或者是波段的两端 是吧 没办法去猜啊 有时候涨多头 特别是多头行情啊 他就直勾勾的 那你没办法 你只能跟进去 然后调紧止损 怕的话 就仓位比平时的仓位要小一点 就是这个单一个股票啊 这个图给人的感受还是比较多头的 对不对 他没跌下来 好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里矿 我们看一下周线 我们对他的一个周线图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线筛一下 重新感受一下 其实我们对里矿的SQM早就说过了哈 他开始高位震荡了 那这个图我们先看一下均线组 有人觉得这均线组粘合了 这一粘合就不好了 多头力度变弱了 表明是吧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支撑阻力的一个表现 我们先找到典型的阻力区 这里我们找到一个支撑区 哪里呢 这里也行啊 有人说这个位置也行啊 周线 我们就是互相讨论一下啊 这个位置也行啊 那你看 那去多头趋势线呢 我们可以多画几条感受一下 呃 看一下宏观上 宏观上呢 如果实际实在要画这里可以画一根 是吧 这里又来了一根 对吧 你看越来越平缓 可以再画一根 有人说你在这么一画 他又完了 对吧 你看又被压制 又弄下来了 那这样的话 这种扇形的这种趋势线呢 就告诉你多头再变弱哈 也就是说呢 开始震荡了是吧 有人说还可以再画个下地下地趋势线 那他画那画没完没了 要画线的话 我可以画一天 所以啊 这不能完全画线哈 我看他近期在做什么哈 我们把这些线筛一筛吧 太多了哈 所以呢 现在趋势线效果差啊 那我们应该找到一些比较明显的形态 或者是一些支撑区 那这个位置呢 很显然是一个收敛的三角形 那本周呢 给出了一根反弹的阳线啊 表明收敛三角形的下边沿呢 啊 这个多所谓的多头小平缓趋势呢 是有效的 但我们应该怎么要赖着 你呢 要么呢 按照震荡理论去做啊 你假设啊 中间这个是横线 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区 你愿意在下周早些时候挂 拖帮单去做多 去再次反弹测试 更高的阻力区 但是更高的阻力区 就忍者见忍 智者见智了哈 到底在哪里 那我个人不喜欢震荡行情的原因 就在一次 你猜不到哪里有可能震荡 要么呢 你去 啊 刚才是按照震荡的思路去做 要么呢 你去按照平行通道的思路去做啊 你觉得啊 当前呢 给出了一个拉伸回路啊 再反弹再回路啊 接下来如果突破的话 有可能再去测试这个位置 对吧 哎 两种理论的止损呢 都是同样的位置 在这 是吧 有人说不愿意做这个呀 还有一种做法呢 是什么呢 就有人说 哎 不知道啊 来我告诉你啊 突破 突破这个下跌趋势线啊 回踩 哎 再止跌 是吧 啊 再止跌 再止跌之后 到底怎么走 咱们就不清楚了 是吧 然后再做这一步 对吧 这是另外一种做法 你愿意做哪一种呢 好 如果这话的话 哎 走了一步啊 发现这上不去啊 嗯 所以说市场已经开始扔荡啊 所以我觉得比较 漂亮的一个做法是突破回踩 在这 再踩一下 再止住 再去做 是吧 同时呢 这个趋势线不能被破位 是吧 哎 这就是 这个图的做法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 有人说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 那谁有法呢 等不及了 那你进的话 就带好止损 等得及的话 就等突破回踩止跌 再看是否 要去做这一步 万一它跌破了呢 是吧 往下跌了呢 也都是有可能吧 那么日线呢 就比较的 那啥了哈 日线啊 我们再画一下啊 刚才我们画的这个 是这个的小斜坡 哎 我们近期呢 在这里画了一个下跌趋势线啊 突破回踩 哎 它走了一个ABC 然后又下停ABC 现在呢 又要走上行ABC了吧 那多头呢 可以去做啊 可以去做 然后啊 也可以等待这个下跌趋势线被突破 这是个收敛那样行吗 对吧 那你现在近的话 止损就放在这儿 是吧 你要是晚一点近呢 就是刚才周线图上所画的 突破 再回踩一次是吧 不能创新低哈 这个趋势线必须得有效啊 多头趋势线必须得有效 再直接 哎 再走一波是吧 注意走到中间这儿 还是走到更高的位置 这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对吧 这就是那什么 你要看均线组的话 你什么均线组 你要切换到小周期 或许能看清啊 但是现在看不清啊 是吧 这是一个形态 我们对形态的态度 一向是中性的啊 所以突破回踩指低 这才是最好的做法 他有可能往下突破呢 下下反 这个向下突破反弹 然后再往下暴跌 是吧 这是个收敛形态 人说收敛形态 有可能上上啊 对的 有一部分交易者呢 他觉得牛市比较多哈 所以啊 对这个李宽来说 牛市啊 会更强一些 多头会更强一些 他就会直接进挡 止损放在下方 他愿意去承担 这样的一个波动风险 好吧 我们看一下宏观上的 这个均线组 是不是啊 比较粘合啊 粘合就是震荡的 对吧 这个图的逻辑就是这样 说他跌破了下方 重要的支撑区吗 没有呢 而且他这个低点 就在抬高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多头 稍微有点力的一个形态哈 好 我们看一下龙头股 亚马逊啊 逊哥 我们看一下周线 我们的龙头股 也是相当的分化啊 就几只科技龙头啊 包括其他典型的龙头啊 那对这个图的分化程度是什么呢 本周呢 形成了一根十字星的周线 表明市场相对还是犹豫了一期哈 我们近期在周线图上看到的是下跌的一个停顿哈 我们典型的下跌 其实现在这里数一下浪 一二三四五啊 那有一部分啊 多头呢 会认为五浪结束了哈 应该给出一些典型的反弹 他也确实在这里给出一个比较强劲 但是呢 后边就比较颓 但好在哈 近三周以来 并没有去跌破这个强劲阳线的低点哈 那这样的话 对多头还是有一定的安慰 周线 周线图的均线组肯定是死场啊 不用不用想 对吧 所以市场有分歧吗 对大势的一个看法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我们心心念念的这个反弹呢 他这个力度不够 我感觉 大家看到没 刚才这根大阳线啊 周线的拉升啊 回踩踩不透啊 踩不下去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阳线的持续性不够哈 那如果你在这个阳线上方进场了 止损啊 止损期限出的就是85块8哈 那么也可以放在缺口下方 比如说89 对吧 也可以不进 而这个图的脾气呢 就是啊 反反复复阵呢 他到底给不给反弹也难输啊 我们看一下均线啊 均线呢 目前还是死场 是吧 死场也没关系啊 你看有时候他也会形成金场啊 就是这种反弹啊 可高可低啊 那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我们研究一下形态 我们可以在对低点和近期形成的一些低点 先连一连看一看啊 他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形态 也是一个三角形啊 说这三角形这么画行吗 行啊 那如果你要这么画的话 就突破回踩了 再来个止跌就更 哇塞了啊 更好了 对不对 哎 然后如果一旦能止跌的话 他将去测试这个高点吧 拉伸回路啊 这个突破 哎 回踩 再来一根阳线啊 就好了 所以他不给阳线呢 不给阳线 也是有可能啊 所以 现在处于这种啊 给不给阳线的状态 如果给阴线呢 就砸回来了 那届时呢 我们把这个形态 画到这儿 然后再重新等突破回踩之地 对不对 然后把其实先往下调 是吧 现在呢 可以 现在可以先这么画 是吧 所以对亚马戏来说 应该等待 有人说他一定会弹进来的 也说不准哈 说不准 有可能啊 说我们这个美股 到底走大熊市 还走牛市 现在 有网友说 看上涨的人多哈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哈 我一般在临界位置比较中性 我一般会按照大的技术原理来看 但是啊 这技术原理并不是百分之百胜率啊 我们一旦强调 所以在临界位置的时候 我们最好还是观望 还是观望 不要下定律啊 那对这个图来说 它很显然 它不是临界位置吗 它是反弹上去呢 还是进行下跌呢 这就是亚马逊 你看那个大盘已经到这了吧 特别是标普啊 已经到这个大型下跌去 按这了啊 但是这个图呢 没有 是吧 按照技术原理呢 有人啊 觉得哎 这不是一个下跌吗 这不又又下跌了吗 后续还得跌啊 这就说不准了 这是一个收敛形态 所以要继续观察 再看一下周线 你看 市场是说不准的啊 给出十字星线吧 下周是大阳线 也不一定能谈到哪啊 那何况本正没有给出大阳线 周线图MCD还是个死叉呢 所以还得震 至少要震一震啊 另外一只龙头 微软的周线 你看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们的龙头股也是相当分化的 我们啊 再把这些线删一删啊 不喜欢红细 我们把这个支撑区画一个 这位置可以画一个吧 嗯 可以 你看 都破灰彩啊 这位置啊 跌下来 哎 谈起 我们再画一下典型的阻力区 这位置算是一个吧 算吧 就就画这吧 你不能说这地方忽略了哈 然后这再画一个 这样就行了 对吧 哎 这样就够了啊 这近期的一些阻力 或者就画到这也行啊 怎么都行啊 怎么都行啊 下跌也反弹吧 啊 怎么都怎么画都有道理 好 这是周线 周线还有一个线要画 下跌大趋势线 这下跌大趋势线 连到这吧 或者这地方方向来一点也行 让他这儿触触几道哈 哎 这就是周线的一个趋势线 你看 他就是在往上弹的哈 但是啊 横向去到 马上就遇到阻力区啊 而且这位置呢 是比较密集的一个横向阻力区 哎 周线比较模糊哈 这就是当前的一个运动状态 对吧 他呢 比亚马逊要强一些哈 走的 我们看一下日线 哎 等一下啊 这个地方还是金叉的哈 周线 所以他比那个亚马逊要强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我们日线一直都在等哈 这一波 横盘 哎 突破回踩直地啊 那么看看能不能再走到这个地方 二百七一带 这就是对应刚才的那个阻力区 对吧 多头的趋势线画好 那我们的龙头骨是不是分化的啊 所以大盘啊 到底怎么样啊 还不清楚 这个图呢 有可能再走一走啊 因为呢 在终究啊 这是一个头肩底是吧 哎 拉伸 哎 到这 那如果亚马逊要走微软的这个步伐的话 那有可能往上走 是吧 好 这个图 说进入到牛市了吗 睁开我们的大眼睛 看一看 没有啊 没有到下跌渲染的右侧 说到那边就晚了 很多人都是用晚的理论来啊 否定啊 技术分析的必要性啊 我可以这么说吧 相信技术分析 我也不相信晚了的这个理论 好吧 我宁可错过 也不能相信老师说晚了晚了这种思路啊 对于个股来说晚了就不大适用啊 啊 大盘有可能会晚 但是个股应该不会晚 嗯 好 这是近期的一个表现 好 我们看一下 肉库 我们把肉库最后一致 看一下他的周线 哎 他的周线呢 本周表现也是相当的漂亮哈 经过前几周突破回踩指跌啊 那本周又是一个指跌 这样的话 我们先可以画一个什么 画一个支撑区 再找到一个近期可能的阻力区 当前位置就是啊 更高的一个阻力区 这个位置 对吧 这就是一环可一环的阻力区 好 那他有多头的意向吗 有 我们看一下日线 那 我们日线呢 已经在这摆着了哈 突破回踩指跌 对吧 其实看周线会更清晰啊 这个说 那接下来呢 就要博弈中间这个啊 倒数第二根横线阻力区 突破之后啊 极限位置就到这啊 就到75一带 对吧 就是上面第三个啊 下面数一二三 第三个横线阻 这个阻力区 就是重要的阻力区啊 那当前还不算是 我们多头应该开始注意起来了啊 应该注意什么 应该都注意多头 叙述线要怎么画的问题了 对不 嗯 好 再走一波 看看能不能再走一波啊 所以呢 有些图呢 是有一些多头的迹象了啊 有些图还在左侧啊 特别是科技类的 好啊 这一期呢 我们先说这么多啊 感受呢 颇多啊 大家可以仔细思考 那么今天第二期 从充电桩开始说起